西里西亚格莱维斯广播电台 位于德国和波兰边界德国一侧 距边界约十公里 1939年8月31号早晨五点 小镇居民尚在梦想之中 忽然间强声四起秘如暴斗 惊恐的居民透过夜幕发现 一大群武装分子向戒备森严的格莱维斯电台发起重风 并迅速占领了电台 紧接着居民们就听到了 从格莱维斯电台发出的波兰与广播 大意说电台已被波兰人占领 波兰决心与德国开战 铁定时分一群外国记者受邀 前往格莱维斯电台现场考察真相 他们发现电台建筑物上 到处都有强弹留下的痕迹 建筑物前的广场通道上 零散分布有十余具身穿波兰军队制服的死者 鲜血淋漓 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波兰有意进攻德国电台 寻衅声势 外国记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 但德国电台确实遭到了袭击 电台建筑物前的尸体也确实身套波兰正规军制服 尸体旁还有波兰制造的步兵武器 记者们百思不得其解 要了解事情真相 必须从德国对波兰的政策意图说起 希特勒上台后一直处心纪律想灭亡波兰 1939年8月23号 德国与苏联签署密约 达成了五地瓜分波兰的协定 同时德军参谋部门也拟定出一份入侵波兰的军事计划 代号为白色计划 计划动用53个师150万军队 由3000辆坦克支持分路插进波兰国土 以前行攻势分割包围和消灭波军主地 迅速吞并波兰 计划规定 1939年9月1号为发动侵波战争的最后期限 但是希特勒要实现吞并波兰的计划也不无顾虑 因为英法两国与波兰有军事同盟关系 德军实力固然较波兰占有很大优势 却不及英法国三国军队之和 1939年大战爆发前 德国共拥有260万陆军 3190辆坦克 4405架作战飞机 而英法波三国拥有约500万陆军 7200辆坦克 4200架作战飞机 希特勒虽然心存灭亡英法波各国统治欧洲之念 但采用的是各个击破 声孔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德国如果贸然进攻波兰 英法势必出兵援救 届时 德国将处于两线作战之中 如能制造波兰挑起战争的假象 使舆论谴责波兰挑动战争 即使不能阻止英法三战 也可持之英法的军事行动速度 为迅速消灭波兰军队 争取有利时机 一旦灭亡波兰 希特勒辩护两件作战之余 届时可从容地向英法挑战 罐头鹅肉行动是纳粹进攻波兰的序曲 随着罐头鹅肉行动的展开 纳粹150万大军 2500辆坦克 2300架飞机 分南北两路滚滚越过德波边界 对波兰发动了全线进攻 面对优势德军的猛烈攻击 波兰军队张开了英勇抵抗 波兰骑兵甚至对德军坦克 发动了一波又一波 唐吉科德式的勇敢冲锋 血肉之躯当然不理钢铁 不出一个月划沙沦陷 仅仅五个星期拥有百万大军的波兰 被纳粹灭亡 波兰之战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本期档案揭秘 我们首先为您讲述的是 纳粹为侵略波兰招说法 一旦灭亡波兰 希特勒变弧两件作战之余 届时可从容地向英法挑战 基于这些考虑 希特勒召见党位对头目 希莫莱等人面受敬意 要他想办法制造波兰首先进攻德国的假象 但由于波兰事单逆估 一直小心翼翼 没有给德国留下发动战争的借口 无奈之下 希莫莱便从纳粹情报机关 设法弄来150套波军制服和波军武器装备 制定了代号为罐头鹅肉的行动计划 在预定进攻波兰的前一天 从集中营里搜了一批有波兰血统的死囚犯 又是他们穿上波军制服 携带波军武器 然后给他们注射麻醉药 运到格莱维斯电台前 按枪战姿势摆好 再开枪打死这些囚犯 徐生设计一阵 通过电台播放波与广播 制造波军进攻格莱维斯电台的假象 格莱维斯事件发生后 德国电台报刊 大肆渲染波军如何侵占德国电台 挑起了德波战争 1939年9月1号 希特勒吉以死为口时 下定执行白色方案 德军2300架飞机首先飞越边界 对波军飞机场铁路枢纽 屯兵点 补给中心 狂轰滥炸 几千门大炮沿千余公里边界 同时开火 随后 德军57个时 150万大军 在2500辆坦克的掩护下 分三路杀进波兰境内 对波兰首都华沙实行向心突击 波兰军队猝不及防 节节败退 许多第一线飞机还未来得及起飞 就被炸毁在机场上 开战第一天 波军就损失了 占总数三分之一的作战飞机 失去了制空权 德军坦克部队在其空军掩护下 每天开近几十公里 在波进横冲直撞 入入无人之境 不到一周 德军便占领波兰第二大城市 格拉科夫 1939年9月8号 德军开始强攻波兰首都华沙 9月16号 德军南北两路进攻部队的主力会师 完成了对波军主力的前行包围 9月27号 德军攻占花沙 10月6号 德军基本平息了波军抵抗 9月17号 苏联红军根据1939年8月23号 苏德密约精神 出兵波兰东半部 呼应德军攻势 在德苏两国大军合力进攻下 波兰很快亡国 德国发动轻波战争后 英国于1939年9月3号 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德国撤军 希特勒未云理睬 1939年9月3号上午11点15分 英国对德国宣战 英国自制定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非 加拿大 以及法国 也相继对德国宣战 以德军轻波为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罐头鹅肉行动 则是希特勒 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手导演的一幕丑剧